最近上演的恐怖電影 就被譽為是台灣史上最恐怖的電影 導演柯孟蓉表示 故事是由一宗真實的離奇命案所啟發 今天我會為大家詳述事件的來龍去脈 一對住在高雄市古山區的吳姓夫婦 先生是一位油漆工人 他們育有三女一子 子女全部都已經成年投身社會工作 他們分別從事印刷、護士、餐廳等等的行業 而吳家也擁有一棟透天獨立屋 雖然不是大富之家 但都可以算是生活無憂 吳姓一家六口都非常迷信 家中一直有供奉三太子等等的幾尊佛像 有經常到廟宇參拜 可見在他們的心目中 宗教信仰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但他們慢慢都沒有想到 就是因為宗教信仰 而令他們一家的生活產生了巨變 2005年2月中 吳家的兒女突然起機 當時他宣稱自己被三太子附身 並向家人預言 在台北工作的吳家大女將會遭遇不測 必須在2月28日之前回家 起機 即是香港所謂的彪童 台灣稱為機童 亦即是被神明附身 一向迷信的吳武深信不疑 即日就趕到台北將大女連夜接回高雄 但大女回到家後 開始出現精神異常的現象 晚上睡覺時會夢見自己被侵害 嚇到她只敢在日頭睡覺 而之後事件的發展更加曲折離奇 到了3月初的某一日 吳家大女在接到一個電話之後 亦出現起機情況 他自稱是觀世音菩薩 要為人消災解壓 之後精神失常 開始徒手毆打自己 家人情急之下 帶他去了位於新竹縣的伍子山進行禪秀 又去了高雄南紫區一間神壇修經 但是回到家之後 情況未見好轉 反而全家人都開始逐一出現起機的現象 家人分別自稱被玉皇大帝 皇母娘娘 七仙女等等的神明附身 吳勝一家六口起機將近一個月 其間家人拿神主牌和拐掌護偶 又用向足卓商家人 隔離論者都曾經目睹吳家三姊妹 在街上起機護偶 胡言亂語 據鄰居的描述 吳家全家在街上亂跳 又叫其中一個男子躺在地上 其他人去踩她和打她 聽說他們是卡倒陰 亦即是眾邪 附在他們身上的 根本不是什麼神明 而是冒充神明的邪靈 他們在家裡到處殺鹽殺米 又用排泄物逃抹身體 深信這樣可以驅趕邪靈 在這段時間他們甚至完全不遵食 因為他們認為人間的食物會削弱他們的法力 令邪靈入侵 當他們肚餓的時候會遵食排泄物衝擊 這樣的情況維持了大約一個月 2005年4月9日 全家人發現大女兒在睡房裡口吐白沫 身體冰冷 心跳微弱 曾經做護士的妹妹 只是施行了幾分鐘的心肺復甦急救 家人就沒有再理會 直到第二天 起機的情況消退 他們才報警將女兒送院搶救 但最終也回天罰術 經過法醫調查之後 證實大女是因為多日來都沒有進食 導致多重器官衰竭而身亡 但是吳姓全家人竟然都不相信 認為死的是附身的妖魔 而並不是大女兒 直至吳姓聲稱被大女兒的靈魂附身 告知自己的死訊 家人才相信大女兒已經去世的事實 檢控方將吳家五人列為被告 但是他們辯稱當時全家人起機 陷入精神彷彿的狀態 否認控罪 而在事件發生之前 他們也都從來沒有遇過起機的情況 經醫學鑑定之後 確認五人都沒有精神疾病 最後檢方依違棄致死罪起訴五人 而全家人也都被安排進行強制心理治療 經過這件事之後 鄰居幫忙籌募資金 請法師進行了一場法事驅邪超渡 不加一家人的生活才得以恢復正常 但是之後大家都不願意再提起這一段離奇的往事 高雄古山區吳勝一家的特異行為 令精神科醫生亦都匪夷所思 認為這是家庭集體精神妄想症 而精神妄想症可以說是精神科疾病中就醫率最低的一群 因為病人根本就不認為自己有病 一旦病情發作 情況會相當嚴重 而且病人之前應該都有出現某些輕微情況 只是因為沒有影響到工作或者人際關係 就不會被鄰居或者同事發現 而吳勝一家彼子之間依靠緊密的宗教信仰互相聯繫 家人之間當然不會發現有任何問題 也不會想到去醫院就醫 吳勝一家人長期以來有著根深替故 堅定不移的錯誤觀念 甚至家中有女兒的職業是護士 但是都堅信這種情況不是心理疾病 而是被邪靈附身 就是因為他們一直以來把這些觀念、信仰、態度和價值觀都混淆在家庭互動之中 才會造成全家人心理扭曲的現象 其實只要有輕微的精神異常行為 就應該立即找醫生治療 而不是尋求神明的幫助 如果當初吳家的女兒病發的時候 家人立即帶她去就醫 事件的結果可能會完全不同 據調查案件的警員表示 吳家每一個窗口都貼滿符咒 窗前曬著的所有衣物都是黑色的 傳聞說他們曾經去過一處神壇拜拜 對方指點家中有不乾淨的東西 吳家之後就請法師來驅趕 反而全家被邪靈附身 有指吳家大屋在風水學上犯了露衝殺 即是家宅大門對正馬路 再加上整塊土地的形狀不規則 在民間傳說裡 這種民居是朝野邪靈的空宅 又有傳吳家曾經在某次移動家中三太子神像的過程裡 遭到邪靈入侵 一些孤魂野鬼冒充各方神明附身 最終邪靈的預言成真 奪去吳家大女的盛名 傳統的宗教信仰原本是道人向善 安定心靈 也可以成為精神之柱 堅定意志 但是如果過分沉迷 就會令人迷失方向 做出傷害自己或者傷害別人的行為 最終走火入魔 究竟吳姓一家是因為過分迷信 導致精神失常 而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行為 還是真的被邪靈附身而失去理性呢? 我相信連他們自己都未必清楚真相 你又認為真相是怎樣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一起討論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一下我 以及為我的影片按LIKE 我是老波士 下次再見 請到訪問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完 下集完 請到訪問 請到訪問